應該這就是我們的堂屋 有沒有發現 有飄來一陣陣木頭香 有一種香氣 因為天花寶我們採用幽默 你如果再拋到的時候 它蒸氣上去的時候 那個香氣會更 我本來是要做按門的 後來我們還是決定要做橫拉門 然後讓它可以穿透 是因為男主人覺得女主人 他自己在這空間裡面 他會有點點害怕 所以呢 他希望他在裡面的時候 他可以在做化妝的動作的時候 他可以把門打開 來吧 哇 這個廚房也太漂亮了吧 好久不見 所以這是給我的嗎 對啊 你怎麼不吃 你怎麼不早說 我這樣早上就不用吃早餐 吃來飽就對了 對啊 你這樣真的很過分 沒關係就是輕食而已啊 你自己做的 所以平常都會自己做菜 對 身為一個設計師 這樣子太忙碌了吧 可是我覺得做菜是一種生活藝術 生活藝術 也是生活日常 你是一個生活實踐家 又是觀察家嘛 對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屋主能夠找到你 真的是滿幸運的 當初他們就希望有一個大廚房 那因為這個案子是兩戶打通的 原本這裡是一個小套房 廚房其實是在另外一個空間 在我們在主屋的位置 那如果廚房在那邊的話 他跟客廳跟餐廳就沒有互動感 而且好像有點太遠 對我覺得有點可惜 所以我把廚房放到這邊來 因為我自己也有大廚房 我也是一個很喜歡做料理的人 我覺得開放式廚房 然後可以這樣子做互動啊 其實做菜的心情是會很好 對設計一個這麼漂亮 這麼夢幻 這麼實用的廚房 對你來講 應該算是小差異別了吧 當初他們只給我一個就是 他們希望保留原來的冰箱 所以我把原來冰箱的位置給留住之後 我做了一個電氣櫃 因為我一直覺得 台灣使用電氣的部分是很多 我覺得盡量的可以往上去做延伸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這裡我做了一個大中導 一個摸字型的對不對 我做了這個摸字型的中導的時候 你會發現轉角就是很不好用 對它等於就是一個多餘的空間 你要放什麼都不對 因為在有些人會用旋轉架啦 其實那不好用 我也覺得那不好 非常不好用 我覺得油一定會多少會有油煙 那那些櫃子裡面 以後就是會黏黏的你很難清 所以我一樣就在這裡的側邊 做了一個儲物空間 它就可以對方一些可能 觸放一些比較大樣的一個備品 這邊看過去 我做了一個通透的一個玻璃門 主要就是說當然如果平常 它覺得油煙比較過大的時候 它可以做一個煮煙的一個功能之外 我覺得它還是可以跟客廳有一個互動感 比較通透 我有發現就是說 就算今天你把側邊門都推到一邊 變成一個開放的空間 但是你還是有用地瓶來做一個區分 我們利用了兩個花磚 一個玄關的花磚 因為整個色調是藍色加灰調 所以玄關的花磚我們就採藍色調 那這邊我們在沟通上面就是要 可以呼應到我們的玻璃鐵間 所以走黑白色調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整個空間 其實它跟廚房的互動也能夠有 跟餐廳的互動也沒有 跟客廳的互動也不會少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廚房 算是整個空間的一個核心 也算是整個家的一個亮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廚房 真的做得超美的 我自己也好喜歡喔 就覺得很夢幻 因為剛才講到了嘛 就是說女屋主她的夢想空間 是一個很夢幻的廚房 對 那男屋主的夢想空間呢 其實也是女屋主 其實也是女屋主 喔 什麼意思 她的男屋主 她的夢想空間是書房 可是她們是一對 非常可愛的 多元層架的一對carboard 因為她有個大廚房 所以我覺得她也可以有個大書房 所以我們在穿透性上呢 就表現得比較多 就是女主人在廚房的時候 她在書房 她們兩個其實還是可以互動 是可以互相看到對方 對 當初就是希望是這樣子 OK 因為剛才Sally有講到就是說 其實屋主她們很可愛 然後她們自己本身對於空間 也有很多的想法 很有主見 所以我覺得這對設計師來說 反而是好事 因為妳可以簡化溝通的時間 然後妳也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她們想要的空間是什麼 那共識的空間是什麼 她們希望有一個湯屋 一個大客廳 OK好 所以妳帶我們去看一下 就在這裡 哇 你看這就是我們的湯屋 有沒有發現 有飄來一陣陣木頭香 有一種香氣 對 因為天花板我們採用幽木 幽木的木頭 因為妳如果在泡湯的時候 它蒸氣上去的時候 那個香氣會更 會更重對不對 其實真的是蠻有FU的 就很像因為外面那種湯屋 都是這樣子 那種暗暗的感覺 對 所以妳看我們的在材質上面 我們就採用比較板顏的效果 而且是比較灰黑色調 然後在燈光上面呢 我也設計了就是 它可能在泡湯的時候 其實就是可以有微微的光 然後可以很輕鬆的泡湯 對 因為其實輕鬆就不用太亮 而且這樣感覺很有氣氛 對 就感覺很像在外面泡湯的感覺一樣 因為這個浴室它沒有對外的窗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電熱毛巾桿 我就掛上去呢 這個毛巾就乾了 所以真的很貼心 對 對 來主臥房看看 所以Sally 主臥房的重點這次放在哪裡啊 在它的更衣室 更衣間 這邊嗎 這邊 對 來看一下 其實因為他們比較喜歡簡約 然後有比較質膚感 所以我們主臥室就是大部分 以木質的效果為主 那當初呢 我本來是要做按門的 後來我們還是決定要做橫拉門 然後讓他可以穿透 是因為 男主人覺得 女主人他自己在這空間裡面 他會有點點害怕 所以呢 他希望他在裡面的時候 他可以 在做化妝的動作的時候 他可以把門打開 然後他們還是有一個做伴的效果 好 我們在規劃的時候啊 他們有一個共識 就是希望有一個很大的客廳 可以放到很大的電視 甚至他希望放到一個家庭劇院的音響 然後他們這套音響呢 又是他們期望十年 希望擁有的一套音響 所以他就覺得說 這次我就一定要把它入手 沒錯 因為早買早享受啊 都已經等十年了 還要再等多久 所以等於是 等於是幫他們完成十年的緣任計畫 妳這樣講就對了 所以話我常常講嘛 我既不藝術也不文青 設計應該要融入生活 然後生活在設計裡面 其實是需要被顯現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空間感跟實用性 對我來講是真的真的非常重要的 不過說到空間感 我記得Sherry你非常是畫圖 而且是手揮 而且你是反畫 對不對 就是葉子都在 然後你對面這樣畫 而且我特別想說 我覺得你的3D圖更是厲害 我大部分的案子 3D做出來幾乎客戶是零修改 因為我覺得一做出來 就完全能夠打動他們 心裡所想的 我覺得那是最重要的 那就表示他們是找對設計師的 我一直覺得你是一個 很有執行能力的設計師 然後你也很懂得過生活 然後所以你才會 把他們的夢想實現 然後聽說 最近你在台東忙一個案子是不是 然後曬得很黑 然後每天吃得很好 然後跟我講說 花花怎麼辦 我要變胖 我說沒有變胖 所以之後我們會在台東相遇嗎 對那很有趣 我覺得大家是可以期待的 那記得你要帶上我 好